丈夫死后 陌生人上门讨债 妻子查看银行流水 发现惊人秘密 办公室主任为何获得丈夫高额赠予 丈夫四十年的地下情该如何了断 巨额赠予又能否追索 今年七十四岁的莉某 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四口之家 一儿一女健康成长 而且懂事孝顺 她的丈夫退休前是一家国营大厂的厂长 退休之后 自己又开了一家小型的水处理厂 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十分安稳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莉某的丈夫张某明因病去世后 莉某和她的两个孩子竟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验故要从一笔神秘的转款开始 张某明去世 古一盒还没拿回来呢 这债务人就堵上门了 要钱 那咱不清楚啊 只能打银行流水 莉某在查看丈夫生前银行流水时 发现她的丈夫张某明多次用个人的账户 给一个叫杨某君的人转账 打在这银行流水里头 这杨某君呢 转十九万 这个杨某君是谁 丈夫张某明为何要多次给他转钱 莉某经过多方了解得知 这个叫杨某君的人曾是水处理厂办公室主任 让莉某感到诧异的是 他和两个孩子从未知晓 张某明的厂里还有这么一名办公室主任 而且这个叫杨某君的办公室主任并不简单 不仅厂里的人没见他来上过班 而且张某明将近两百万元的借款都与他有关 莉某和他的两个孩子认为 用私人账户转账既不是正常的商业往来 也不是发放公司奖金的企业经营 这完全属于家人毫不知情的赠予行为 可是张某明为何要将十九万元 无端赠予一个毫不相关的人呢 他们一直诉状将杨某君告上了法庭 现在开听 下面以赠予合同纠纷为案由 就本案进行法庭调查 那明确点要说一下吧 诉讼请求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一方未经另一方许可 将大额共同财物赠予第三人的 另一方可主张请求确认该赠予行为无效返还财物 因此原告认为张某明向被告的转账行为 属于未经原告一的许可 将大额夫妻共同财产赠予第三人被告 现原告认为张某明对被告的赠予行为应属无效 被告应将款项予以返还 故原告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 妄判入所请 被告杨某君并未出庭 他的妻子杨小薇和他的诉讼代理人出庭应诉 张某明为何要用个人账户 向杨某君转款19万元 如果是赠予 那么一个厂长为什么对办公室主任如此大方 如果不是赠予 那这19万元的背后又有哪些引擎呢 那被告对于原告的这个送请求师与旅游进行答辩 答辩人与三被答辩人正与合同纠纷一案发表如下答辩意见 2016年3月张某明便让杨某君到张某明经营的处理厂工作 担任办公室主任一职 杨某君自16年3月入职之前 张某明便承诺 实发工资每月不低于8000元 19年4月以前的工资都是现金支付 4月以后有部分现金 有部分打卡 但实际没有按照约定的工资数额进行发放 2019年4月之后 每月即打卡发放4500元 现金部分均没有支付 被告代理人说 张某明承诺给杨某君的报酬从未完全兑现过 而杨某君作为办公室主任 工作又是异常反重 不仅帮着进行融资 还要迎来送往接待客户 2019年10月 由于融资效果不好 张某明便跟杨某君协商 要解除与杨某君之间的劳动关系 后经双方协商 水处理厂补偿杨某君拖欠的工资 违法解除经济补偿金 未签劳动合同等 这些经济补偿一共19万元 但张某明当时以资金紧张为由 没有立刻支付 离职后呢 是直到2020年的4月5月 才将这个补偿款支付其 以上就是答辩人的答辩意见 按照被告代理人的说法 张某明转给杨某君的这19万元 其实是对方应得的劳动报酬 并不是张某明的无偿赠予 所以他们拒绝返还这笔钱 被告一方的辩解 坐在原告席上的丽某和她的两个孩子 根本就不相信 因为坐在被告席上的杨小薇 不仅是被告杨某君的妻子 而且她自己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正是这个特殊的身份 让丽某一家坚定地走上法庭 讨要原本属于他们的财产 而这特殊身份的背后 是一段让原告丽某痛苦不堪的 原来被告杨某君 并不仅仅是办公室主人 她还是厂长张某明的女婿 她的妻子杨小薇 是张某明的非婚生女儿 说起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还要从丽某和丈夫 张某明的婚姻说起 四十年前 丽某嫁给在一家工厂 担任厂长的张某明 在当时 他们的婚姻引来无数羡慕的眼光 特别是丽某生完孩子后 丈夫还特意从工厂办公室 找了一名女服务员来家照顾她 这名女服务员姓杨 丈夫张某明的体贴 让丽某感动不已 没有多想的她 就让杨某住进了家中 可杨某刚到丽某家的第一天 她与张某明的私情就败露了 刚生完孩子没几天的丽某 就目睹了丈夫张某明与杨某 在自己的家中发生不正当关系 气不大一处来的她 就跟杨某私打在一起 声音惊动了左邻右舍 丽某家的院子里 站满了前来看热闹的村民 看到如此之多的旁观者 杨某落荒而逃 此时丈夫张某明 一下跪在妻子丽某的面前 恳求她的原谅 丽某相信了丈夫的保证 她认为丈夫跟杨某再无往来 就放下了心中的芥蒂 照顾着两个孩子和双方年迈的母亲 丽某本以为丈夫从此改邪归正 谁料一通电话 打破了这原本的瓶颈 让他再次心灰意冷 在1996年时候 张某明还在家呢 这小杨子那日就堕迹了 上楼房了 他打电话说 你怎么还不死 张某明天天跟我睡觉 这不挨家呢吗 回到往哪就打起来了 打完了以后 我吃两瓶爱没有摇 当时就人事不治了 不省人事的丽某被家人及时送到了医院 经过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 苏醒过来的丽某一张嘴就跟丈夫提出了离婚要求 为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丽某再次原谅了丈夫的不忠 不过令他感到宽慰的是 从那以后 丈夫的情人杨某再无动静 而张某明也没有任何反常表现 这张某明也基本上天天回来了 也不是说不回来 跑出差天天回来 回来也挺正常的 也没说脚子有什么不正常 看到丈夫每天正常工作 踏实生活 丽某相信张某明这次真的是回心转意了 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丈夫刚刚离世 众多债权人就踏破了他们家的门槛 原来张某明生前借了将近两百万元的高利贷 而那个阶段恰好有两百多万元 又从他的账户转到了情人杨某的名下 直到此时丽某才如梦初醒 这么多年来 张某明与杨某的情人关系根本就没有断 不仅如此 一个更令他震惊的事实 很快就浮出水面 那就是坐在被告席上的杨小薇 竟然是丈夫和情人杨某所生的非婚生女儿 丽某和他的两个孩子前思后想 终于意识到杨小薇的丈夫杨某君进入水处理场 很可能就是一个阴谋 那你们知道杨某君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场的 没印象 具体什么时候进场的没印象 没印象 因为我对那个 我对那个 我不是在那场工作 所以就是偶尔看到一眼 没有印象 然后还有一件事 就是 我们在我父亲去世以后呢 整理他的遗物 然后就发现呢 有一滴介条挺奇怪的 格式很像 然后我们整理了一下 发现就是这些戒条都与杨某君有关系 这些戒条呢 都是包地带 利息在百分之 有的是百分之二十 有的是百分之三十六 一共十一份 一百九十万元 粉轻一百九 对 他那个写的很含糊 他那个好多都对不上账 他就 他就写了 借多少钱 还多少钱 有的时候跟一花六十也对不上 反正我们就按照那个 按照上边写的那个金额 去算了一下 是一百九十万 然后这些呢 就是说也认证了 刚才我妈说 她到那会儿就是 因为之前 我打过电话 她说我到那儿就是去找钱的 但实际上呢 她去找钱 并不是说去走正规的 去找银行去借款啊 去融资啊 而是 那些戒条都是她的朋友 她的亲戚 借的高利贷 这高利贷 她的朋友和亲戚 是借给你爸爸吗 对 也就是 你的意思是说 杨军区这个厂子的目的 是为了帮你爸爸融资 但他没有 通过正常的渠道 去借银行的钱 而是通过将 自己的亲友的钱钱 然后给你爸爸 然后通过高利贷的方式 给他 是那意思吗 是那意思 不是融资 只是借钱 但是借钱的目的 借钱的目的是什么 是给厂子用 还是说又转给了 这个不正当关系 的人我们不知道 只能说他是找钱 这个是实质存在的 但是他借钱用的用处 我们是不知道的 张某铭生前40年的地下情 给厉某和他的两个孩子 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而他过世之后 一件件意想不到的隐情 又接连被爆出 厉某和他的两个孩子 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家之主不仅延续着40年的地下情 并且还用赠予的方式 将家里的财产 现在针对当事人进行举证制证 双方当事人围绕着证据的真实性 关联性和合法性 针对证明力的有无 以及证明力的大小进行制证 首先由原告进行举证制证 原告首先出示一份转账记录 证明张某铭用个人账户 向杨某军转款19万元 对于原告出示的这份转账记录 被告代理人说 用个人账户转账 其实另有原因 并不是张某铭给予杨某军的款项 而是水处理厂给予杨某军的款项 只是从张某军的名下的银行账户 转至杨某军名下 丽某和他的两个孩子始终认为 杨某军的这19万元 并不是正常的劳动所得 因为在水处理厂的劳动合同 和用工文件中 就没有杨某军的名字 他们的诉讼委托代理人 出示了相关证据 一 水处理厂各种类型的用工文件 职工名单中均无被告的名字 二 被告不受水处理厂的 劳动管理和各项制度考核 包括考勤 领取奖金 物资等 其与水处理厂之间 不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人身隶属性 故被告与水处理厂之间 不存在劳动关系 丽某和她的两个孩子向法庭表示 虽然他们不在水处理厂上班 但有时也会去厂里帮忙 可从始至终 他们都没有见过这个叫杨某军的办公室主人 而且从用工文件和劳动合同上 也没有找到她的名字 生前就一直在跟我说嘛 结婚以后让我爱人上她那上班去 帮她拉拢一些客户 然后融资什么的 然后成了我们很多好处 因为她那个厂子需要各种流动东西特别多 她那个 她之前生前她就给我看过她那些 那个研发的那些专利什么的 然后她的工程也是先垫钱 然后再回款 然后就是让我爱人去帮她融资嘛 被告杨某军的妻子杨小薇说 张某明承诺每个月给她丈夫的公司不低于八千元 而且加上融资提成和奖金等 应该有相当可观的收入 正因为有如此承诺 她才让丈夫从上一个公司辞职 加入到张某明创办的水处理厂 被告委托代理人也说 几张考勤表并不能说明杨某军就不是这家厂子的员工 而且原告方提交的证据还有问题 这些表格为原告单方制作的表格 这些表格之间也相互矛盾 考勤表与这个劳保发放表 年价表过节费发放表 人员也均不对应 不能说明原告的证明目的 而且注意到考勤表上的部门写的是总公司生产部 杨某军所在的部门属于办公室 本身也不属于一个部门 并且他提交的这些考勤表并不是完整的 而是节选了一部分 这些节选的部分的人员也均不对应 被告方认为原告方提交的表格并不全面 而且存在被删减的嫌疑 面对质疑 丽某的大儿子说 一个小小的水处理厂根本就没有办公室的设置 丽某的大儿子说 他父亲开办的厂子不仅没有办公室的设置 而且从员工打卡记录上看 也没有找到杨某军的记录 我就听我爱人说过嘛 就是那个办公室主任 其实不止他一个人 可能还有别人 都是不打卡的 就有一个人名我记住的叫张库 利某和他的两个孩子怀疑 杨某军是打着为嘴处理厂融资的幌子 变向向张某明要钱 因为自从杨某军进入到嘴处理厂后 张某明就开始不断借高利贷 不断向情人扬某转账 面对原告一方的说法 杨小薇并不认可 杨小薇说 他的丈夫帮助张某明借高利贷也是出于无奈 因为张某明的家人并不支持他抵押贷款 但是工厂要生存 就需要更多的发展资金 因为我们朋友都借变了 实在也没有什么能力去再帮他融钱了 也其实也找过银行 但是银行说他这个年纪太大了 他厂子也不是说特别正规的那种厂子 银行不给他带 他只能从民间带 杨小薇满腹委屈地讲述着 丈夫以及他为了张某明 嘴处理厂所付出的劳动 还表明因为丈夫杨某军 后来因为借不到钱 被张某明劝退 两个人为了嘴处理厂付出了所有 到头来竟然连工作都没保住 最后只能跟张某明协商 给予一定的补偿 所以才有了这19万元争论的焦点 证据13是北京农商银行客户回单 证明2019年4月23日开始 水处理厂将工资给杨军打卡支付 但每月仅仅支付了4500元 支付到2019年10月28日 第二项证明目的是2020年的4月26日 14万和2020年5月的5万 水处理厂解除与杨军劳动关系后 与张某明协商给予 之前杨军所要的这个补偿的金额 是高于19万的 但这个19万是与张某明协商的 因为从16年3月入职到19年 他10月离职 当时是给他算了4年的工作时间 当时杨军要求按赔偿金计算 因为是张某明要求他离职的 所以他要求的是乘以2是双倍的 但张某明当时提出来就是给单倍的 就按4个月乘以每个月8000 4个月 对 他说按经济补偿不是按赔偿 4年一年就是支付一个月补偿 就用4个月乘了8000是32万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拖欠工资 最后双方协商的就是按照19年 欠的每个月欠的3500 计算20个月7万块钱 杨小薇认为丈夫的19万元都是辛辛苦苦的血汗钱 没有一分钱是白来的 杨小薇承认他的母亲与张某明有着特殊的关系 但是他也认为杨某军并未利用这层关系胡作非为 相反 他的丈夫尽心尽力帮着张某明搞好工厂经营 但是出乎预料的是 丽某和他的两个孩子却认为 杨某军是来跟张某明要钱的 我就是不懂法 我什么都没有留 我也没留后手 但凡我要知道他们家就这样 生前一生不言语 生后就给你这掰着 我们多少得留点视频 留点书面证据是不是 而且他也跟我妈说 我说他们那边逼他写什么遗嘱之类的 我不知道到最后到底有没有立遗嘱 他们都是知道我们存在 所以为什么要逼张某明去立遗嘱 杨小薇表示 张某明确实给他的母亲杨某赚了不少钱 但是这些钱并不是那些借来的高利贷 而且也与他的丈夫杨某军无关 杨小薇说 张某明之所以给杨某进行上百万元的 高额转账 不仅因为两人有着四十年的情人关系 还因为张某明的一个心结 杨小薇随后讲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 杨小薇说 其实他和母亲过得并不快乐 特别是母亲经常以泪洗面 而他也很少能见到自己的父亲 很多痛苦都不得不埋在心底 他说张某明之所以给他母亲杨某 进行上百万元的高额转账 给他进行过近三十万元的转账 就是出于对他们母女俩的愧疚 我也是受害者 我没法选择我初生的权利 杨小薇说 丽某和他的两个孩子 其实早就知道他们母女的存在 也知晓 张某明给他和他母亲转钱的事情 而且他们从一开始 就是知道杨某军的身份 对杨某军在准处理厂上班 所获得的劳动报酬 也是了解知情的 虽然他们有意见 但碍于张某明生前的威严 不敢发生 如今张某明已经去世 丽某和他的两个孩子 就想要将这些钱一并要回 随后被告代理人向法庭出示了一份 令人倍感震惊的情况说明 证据二是一份 名字叫 关于杨小薇与张某明 不正当关系情况说明 这个情况说明 是丽某军在另案中提交给法院的 其中写杨小薇与张某明 一直存在不正当关系 1986年 丽某军就已经知道二人的关系 之后还将杨某军的母亲 介绍给了丽某自己的亲侄子贾斯 生孩子均是张某明帮助安排的 所以这个结合证据一 再结合我们之后的证据三 最终认定这个亲子关系问题 嗯 就这个情况说明 你想说明的是 丽某军知道这事 对他知道 一直都知道 他知道的是 丽某军的存在 丽某军和张某明的不正当关系 还是说 呃 那咱们的杨和贾晨 是吧 贾晨是张某明的孩子 他知道 丽某军知道杨小薇与张某明 首先存在不正当的关系 嗯 之后又把杨小薇与介绍给自己的侄子 贾斯西 亲侄子 嗯 然后呢 是贾斯西在和杨小薇与生孩子过程中 均是张某明安排的 我们认为他也知道 在之后他提交的这个上诉庄里也明确了 他说这个杨小薇与生孩子带着孩子来任父亲 知道他和张某明 杨小薇与张某明之间有孩子 而杨小薇与生孩子只有这两个孩子 所以结合着我们认为 其实他都知道这个杨小薇与生孩子的存在 以及张某明之间的这种特殊关系 被告代理人表示 丽某对丈夫的婚外情始终是知晓且同意的 为了保全丈夫的名声 丽某还将杨某介绍给自己的亲侄子 他跟张某明好以后 就是张某明不就说吗 就是他怀孕以后 怀了我以后 张某明 因为那会儿八几年吧 我八八年时候呢 八几年还是对于这种国营的场子 什么风格风气什么的 过瘾挺严的 张某明怕出事 他那会儿就是厂长 还是副厂长 不知道 就说吗 就让我妈 就跟他那个立孙一会儿 让我妈嫁给立孙的亲侄子 你觉得他们会不知道我们这层关系 我妈为什么要嫁给他亲侄子 就是怕我妈去 把张某明的名声搞臭了 把他们家给毁了 把张某明这个人给毁了 就怕他影响他的仕途啊 或怎么着 就这么说吧 丽某对这种说法愤怒不已 杨某作为插足自己婚姻的第三者 丽某对她已经是厌恶至极 更不可能为了张某明的名声 将杨某介绍给自己的亲戚 让其与自己的侄子结婚 当时我们都觉得很诧异啊 她这故事怎么编的呢 说是我妈同意的 她是成为一个关系融洽的第三者 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 这种都是属于不正之风 当时在八几年七几年的时候 都有那种叫流氓罪是吧 对这种不正的关系 说实在社会上是那种严打的 这些都是严打的事 我不知道她怎么会能编出这种故事来 而且还莫名其妙的 还嫁给我三哥了 这个事到当时我们都很诧异的 丽某和她的两个孩子 坚决不认可杨小薇的这一说法 虽然张某明婚内出轨 但丽某看在两个孩子 以及双方老人的份上 选择了原谅 之后张某明的表现也并无异常 所以这么多年以来 丽某和她的两个孩子 对张某明与杨某 长期保持着不正当关系 根本毫不知情 关于杨小薇与张某明不正当关系 情况说明的真实性合法性 关联性认可 但证明目的不认可 在情况说明中仅表明了 其仅在1986年和1996年 两个时间节点 知晓二人有过不正当关系 但张某明在两次都保证 立即断绝联系后 基于维持家庭完整 其选择信任 而且当时他也主要在家 照顾两个孩子还有老人 对场内人员和一切事 一均不了解 也均细张某明一人决定 所以在张某明2020年6月去世以后 才由场内员工告知 张某明生前一直以杨小薇与 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基于此 张某明向情人的女婿 杨小薇与无偿大额转账行为 也违背了公序良俗 更加侵犯了立即作为配偶的 夫妻财产权益 在其无法举证张某明转账19万元 细心业务或其他合法往来性质时 杨小薇与应针对张某明 擅自处分夫妻账产的19万元 与全额返还 执政完毕 经过上书的庭审过程 本案的争议焦点就在于 这19万元到底是张某明的赠予 还是杨某君 基于劳动合同解除以后 所得到的合法补偿 对此问题 原告被告双方均无异议 表示认可 双方当事人针对这个焦点 如果还有其他的意见 可以现在集中再发表一下 主张系赠予的理由 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 从中二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657条的法律规定 赠予是赠予人将其个人名下的 合法财产无偿 转账给受赠人 受赠人接受赠予的一个行为 那么本案中张某明将 其个人一行账户19万元 转账给杨君以后 杨君接受赠予的一个行为 就已经成立 也符合赠予合同的特征 第二点 从客观事实的一个行为看 张某明从其个人银行账户 转账的一个情况 并非以水处理厂 公用账户转账 而且也被注为是以厂子的名义 转账给杨某明的一个 劳动补偿金的性质 所以显然并不是与水处理厂 用工关系的一个合法经济往来 原告认为被告没有举证证明 杨某君与张某明或者水处理厂之间存在用工关系 并基于该用工关系达成过 有关案设19万元的经济补偿金的性质认定 根据法律规定 被告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而原告主张的赠予合同 依照法律规定 足以对张某明向杨某君转账19万元系赠予的性质 予以认定 存在法律规定的高度可能性 被告应与全部返还 针对以上问题 被告集中发表意见 第一点我们认为本案是赠予合同纠纷 从举证责任的分配来看 原告首先要证明赠予关系的存在 不论是书面的赠予合同 还是口头的赠予合同 如果原告没有证据证明赠予合同赠予关系的存在 依照举证责任分配 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好法律后果 而原告的辩论意见 是反推我方不能证明用辜关系 则为赠予关系 显然这没有法律的逻辑性 第二 依据本案的庭审 以及之前的案件 三原告均认可 其不参与水处离场的任何的工作 不清楚具体张国明的经营情况 因此仅依据一份转账凭据 就认为是张国明无偿赠予给杨志军 显然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 仅是其个人的推理 或者猜测 而正是基于这种特殊的身份关系 杨志军才能进入到水处离场 参与张国明的水厂经营 甘愿冒着风险 为水厂进行融资 个人进行担保 所以我们认为综合权案的举证 以及庭审的情况 无法认定 这19万属于无偿赠予 因此法院不应支持 原告的这全部诉讼请求 被告方始终坚持认为 这19万元就是杨某军正常的劳动所得 并不是原告所说的无偿赠予 因此不同意返还这19万元 本案原被告双方都同意调解 考虑到双方复杂的关系 又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经法院主持调解 被告杨某军支付原告 丽某和他的两个孩子 共计12万9千元 除了本案 丽某和他的两个孩子 还提起了另外两起民事诉讼 要求张某明的情人杨某 非婚生女儿杨小薇 返还张某明生前所赠予的钱 丽某表示 丈夫张某明对婚姻不忠 让他经历了这辈子最无法原谅的背叛 回想起往日的时光 丽某只觉得心灰意冷 不忠心灰意冷